各位各位朋友在韓家延長的這段時間 有導管的確定學習 第三天的第三社區跟國立紀南大學的高修合作 基盤理秀基基人的當年贏 利用樂高積募 運用在學校做學到的主任管理 實際操作來做偵測基基人 讓小孩正在對著主任科學的應酬和學習性好 老師也記得先了解到如何來做電風之後 自己來改正研究做出一家 就希望你的電風給人出來 對小朋友來說是相當的趣味還發現到很多東西 我在改造過程中加了一大 我覺得這個課程很有趣 寫到很多東西 以後我還會嫌二來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做這個不一樣的樂高的玩法 然後它是有那個電動馬達是可以發動的 它鑽動要自己改造才會有風出來 就是有那個物理的原理可以去讓我們學習 然後可以上到課很開心 希望下次可以再來上課 這個現在好好還沒開 但是為了讓小朋友在這次的工作 可以回到這段時間 沒沒了 有快跟國安的確定可以學習 第三天的第三社區 特別跟紀南大學來合作 去辦料理小家起人當年贏 積木的機器人的體驗影 那是由我們這個紀南大學的 朱教授來教導的 我們的課程總共有兩天 我們要如何改裝我們的風車 包括機器人的行走 這個都是在老師的課程裡面 你用寒暑假呢 讓小朋友在這個學習課程裡面 學到他們在學校沒辦法學到的課程 我們這次是用樂高的動力機械 然後搭配我們自製的課本 然後從課本裡面介紹一些基本的自然原理 物理原理 那像第一節課我們主要教的是能量的轉換 就是電能轉風能 所以今天小朋友第一節課做的是電風扇 那小朋友就藉由組裝的過程中知道 喔原來風是這樣產生的 那像剛剛有小朋友就說到說 為什麼沒有風他就會去研究 然後自己去改造 記得老師也表示 兩樂高之一目 運用在學校所學到的自然科學 讓小朋友來實在操作 變成假期人 除了可以實在理解到這些科學管理以外 也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尤到問題自己來思考如何解決 提醒對自然科學的學習 信號更清楚 今天算差不多